所以,所谓分子验证某个方向的运动 实际上是指分子在某一个方向间隔内的运动 我不能说严格地验证哪个方向 我就是间隔 那我们看这个立体角 这个立体角代表的间隔就是θ到θ加dθ φ呢,从φ到φ加dφ 这么一个间隔 这个立体角员dω 就是这个方向间隔 立体角大家没问题吧 咱们上去电子学就用立体角的概念 它跟平面角没什么区别,对吧 就是变成三V了 它也是个角度 平面角是ΔS比上R,对不对 立体角是ΔS面积比上R的平方 我们假定呢 N代表O点附近 这个图,大家记得那个图啊 O点就圆点附近 单位体积内以某个速力运动的分子数 就分子数密度 N代表这个数密度 就是总的数密度 DNθθ代表在θθ方向上Dω这个立体角员范围内运动的分子数 它和它什么关系啊 它包括它,对不对 所有方向的 加一块就应该等于它,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这么定义了 θθ代表这个立体角的那个轴 那个中心线的方向 对峰线的方向 好了,有了这个 关于方向的离散化的这么一个说法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描述了 分子沿各个方向运动机会均等 就可以写上这个式 四π代表全空间立体角 对不对 没错啊 你如果写成平面角呢 就是Ds或者Dα这个角度比上二π对不对 因为平面角全周角是二π 这个空间呢 全空间的立体角是四π 也就是说 在θ5方向上 Dω那个方向 那个区间 方向区间中 运动那个粒子数啊 和整个的这个粒子数 单位体的粒子数比 应该是立体角员 Dω比上全空间的立体角四π 这个就是表达分子向各个方向运动机会均等 就用它来表达 这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式 尽管很简单 以后我们在统计的时候 到时候用了它 好了 另外我们考虑到这个DnC的φ 我刚才说是从O点出发 沿着θ5方向 在Dω之内的那个分子数 是往外跑的 有往外跑的 其实呢 分子沿正反方向运动的概率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Dω呢 也代表在D DnC的φ也代表Dω范围内的 沿着这个反方向 射向O点的分子数 所以这个呢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好 这个Dω呢 既然是这个方向运动的分子数 也是这个方向运动的分子数 这个分子数 比上这块的这个分子数 总的分子数 应该等于这个立体脚角圆 这个立体脚的大小 立体脚圆的大小 比上四π 这件事就叫做 分子沿各个方向运动机会相等 我们用这个数学表20来表达 这种呢 DnC的φ呢 既是O变得C的φ往外跑的 也可以认为外面 验着C的φ方向 射向O点的分子数 都一样 这是一件事 希望大家要理解 第二件事呢 分子验各个方向运动的 概率相同 机会相同 在重力场中 这个假设也存在 在重力场中啊 那个分子啊 往外面称 对不对 越接近地面的分子越密 树密度越大 越密集 这对了 但是呢 重力场不影响分子 验着各个方向运动的 概率相同 这件事 你不要理解成 我的重力向下 对不对 所以分子往下运动的概率就多 就大 不是这样 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是重力场是通过分子的 势能来影响分子 对吧 重力场用重力势能来影响它 或者用重力来影响它 我们都喜欢用能量来表达 但是由于频繁的碰撞 这个气体分子啊 比如我来原来离地面是一米的时候 和一离两米的时候 势能不一样 距离近的势能要大 但是一碰撞之后 气体分子的动能和势能 它是独立变化的 气体动能势能 不会有什么天连的 它应该是独立的 因为它是频繁地碰撞 对不对 它不像一个粒子啊 走一个轨道 比如说这个粒子抛 走轨道 动能加势能的核 是守恒的 对不对 它碰撞的 或者说它忘记了 它原来的动能和势能 一碰撞之后 变成新的一个运动状态 给它一个新的处始状态 所以呢 动能势能独立变化 你这个重力场 通过势能来影响 影响分子运动 分子运动主要是动能了 而这个动能啊 跟那个势能没有关系 由于频繁通创 所以分子往各方 运动的机会还是相当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应该理解这一点 势能或者是重力场 影响分子的数密度的分布 但是不影响呢 统计假设二 不影响按照各方 运动的概率相同 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 我说实验上是这样 是指这个意思 由这个命题 得到的结论符合实验 在重力场中 各方运动概率是一样 由这个结果得到 得到一些推论的 实验上是符合的 这个很难用实验 直接去验证 因为像各方运动的概率 你怎么测呀 分子 气体分子这个平均的速率 大概每秒几百米 三四百 跟温度不一样 长度大概四百米左右 和子弹出口的速度是一样的 你怎么去测 你怎么去记录它 你没有办法记录 所以直接用实验验证很困难 但是呢 它的推论符合实验 就可以说它是对的 好了 下面介绍个重要的概念 统计平均值和长落的概念 我有N个分子构成一个系统 你不管那系统 是不是进毒粒子 是个系统就可以 如果在N个分子中 有A一个分子 某个物理量W取值V W1 我有个物理量W 有A一个分子 这个物理量W 取值VW1 N2分子的取值V 物理量取值VW2 等等等等 则这个物理量W 在该平衡态上 在该系统的某个平衡态上 算数平均值定义为这样 就是把W1乘上N1 加上W2乘上N2 然后比上总的分子数 算数平均值对吧 比如李同学得分是90分 有三个同学得分90分 四个同学得分80分 加在一块儿 除了整个的同学数 那就是平均分 我写的这个样子 I代表求和脚标 那你看到 在这个平均值的式子中呢 Ni比上N就代表权重 或者百分比 就代表呢 物理量W取Wi的比重或者权重 权重百分比乘上这个值 一求和就是平均值 这是算数平均值的定义 好了 那这个是当然的 对吧 总数应该等于Ni的求和 我们看看什么叫统计平均值 这是指数学上的定义 物理上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看物理上什么意思 通常那个平均值啊 算数平均值这个W啊 注意我以后写的不写一把 我们跟量子学统一 都用这种尖角符号呢 代表统计平均值 这个无形中 我们用了底拉格符号的含义 底拉格符号呢 是这些箭头 这个箭头向外的代表积分 代表数 箭头向外对 箭头向内的代表算符 以后我们再说 我们用的符号 其实就是W一把的意思 这个平均值 它与分子数是有关的 因为随着分子数的增加 这个平均值啊 跟分子数以来关系会减弱 就是这个数啊 N呢 取的数比较少的时候呢 这个W跟N有关 N从5变回6的时候 它变化很大 也就是说 N比较小的时候 W跟那个分子数的关系是密切的 是敏感的 但是当这个N是大数的时候呢 W跟这个N的关系就比较弱了 当N增加到 W平均值与N无关的时候 就把W叫做 W的平均值 按上式定义的那个平均值 叫做物理量W的统计平均值 简称平均值 上面定义的算数平均值 数学上定义的 有物理意义的情况是N非常大 使这个W平均值啊 跟这个N的关系呢 几乎没有关系了 那叫统计平均值 也就是说 涨落非常小的时候 这个平均值它有意义 有物理意义 这个有物理意义的平均值 叫做统计平均值 简称平均值 一说平均值呢 都是这种含义 涨落就是在一定方案条件下 对某个物理量的某次测量 并不一定等于它的统计平均值 这个差 测量值和这个统计平均值的差 叫做围绕这个平均值的涨落 比如我们办平均是八十分 但是 某个同学的卷子 可能比八十分高 也可能比八十分低 这叫涨落 我在测量每个同学的成绩的时候 可能有这个涨落 如果系统的分子出来 N2个大的时候呢 这个涨落相对平均值的很小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统计平均值 来代表宏观量的测量值 这就是物理 这就是统计物理的基本思想 我就可以统计平均值啊 来代表你宏观测量的量 我跟你去做对比了 这个思想呢是很重要的 就是统计的思想 我们这个量子力学 现在流行的这个量子力学 就是统计思想 由波罕数和力学上算的统计平均值 跟你测量值去做对比 安斯坦不满意 安斯坦说这个不是彻底的科学 是人们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起诉找隐藏数 到现在没找到 有些人还在找 希望他们能找到 但是如果N很小的时候 涨落就很显著了 这种平均值 没有它的明确意义了 没有物理意义了 这就是在定义统计平均值的时候 要求N非常大的原因 就统计有意义呢 N得大 否则没有意思 对吧 否则没有意思 所以啊 就涉及到一种人文思想 有人在讲说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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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了什么事 于是得出结论 有时候就不太合适 你得做统计一下 就看看呢 统计的这个对象多一点 这个时候你那个统计平均值呢 才有意义 否则只能说是个案 比如有人说 说日本那位得诺贝尔奖的那个那位先生啊 这个考学没毕业 不及格 记得吗 后来给他留下做 留到实验室 后来得诺贝尔奖了 于是结论说呢 清华学生可以不毕业 不及格也没事 这我都能等到这边讲 这就没有统计意义的 这就胡说八道的 对不对 有几次我就讨论这件事 学生还得及格对吧 作为培养人 你得有一个统计平均值 你不能说某个人没及格 后来他居然成为科学家 成为一个知名的科学家 就由此得到结论 可以不及格 然后统计平均值的思想 统计的思想 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分子速率的平均值 叫平均速率 速率写成V 注意它不是矢量 打个括号代表平均值 这个意思 N代表分子数 总的分子数 NI代表 在这个N个分子构成的体系中 速率为VI的那个分子数 这个就代表百分比 然后求和 分子平动动能的平均值 就分子的 质心的 动能的平均值 质心就无所谓平动了 对吧 一个质点 就无所谓平动转动 你说这个质点绕着一个中心 这不叫转动吗 这叫不叫转动啊 实际上呢 它不叫转动 质点啊 什么叫转动呢 就是 前一个时刻 后一个时刻 我在质点上 我在体上 画一个 一条直线 在这两个时刻 这个直线的方向有变化 这叫转动 对不对 质点 你画不出这条直线 所以质点 应该说移动 不能说平动 这个叫平均平动动能 平均平动动能这么算 M代表分子的质量 V平方 打括号代表 速率平方的平均值 二分之一 这个代表平动动能的平均值 这是这么来的 大家看啊 我这个 对一个分子来说 它的平动动能呢 这么写 二分之一 MV的平均值 这是一个分子的 对吧 如果这个分子呢 是某个分子的话 就打个I 对不对 我假定分子呢 是全动分子 这是第二个分子的 平动动能的表达式 然后我对它做平均值了 对这边做平均值 和对这边同时做平均值 当然这个式子相等 对不对 这边一算平均值 那当然 ET做平均值 就是 N分之一 就是求和I N NI ETI 对不对 就这么做平均 这边二分之一 M是常数提出来 就对 为I平方做平均值 所以得的结果呢 就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分子 平动动能的平均值 是速率平方的平均值 再乘上二分之一 M 其实这有一件事情 请大家注意 就你把这个表达式写出之后 算平均值的时候 两边分别算 并且算平均值这个操作 是线性的 它加在一块再除上一个数 所以请注意 计算算数平均值的时候 是个线性操作 好了 以后大家习惯了 给你那个表达式 立刻你会得到平均值的表达式 其中 速率平方的平均值是这样定义的 第一个分子速率的平方 乘上全重 求和 现在我们知道分子验证XYZ方向运动的平均平动动能 我们知道总的平均动能 然后验证三个方向的平均平动动能呢 应该是 验证X方向的平均平动动能 应该是验证X方向的速度分量的平方 平均值乘上二分之间 YZ方向这一方 没错对不对 这三个呢 代表速度分量平方的平均值 这是分子验证某个方向平动 动能平均值的定义 我们知道总的平动动能了 那我可以很容易证明 总的平动动能呢 等于这三个平均动能相加 对不对 因为总的动能应该等于这三个相加 两面取平均 平均去算数操作 是一个线性操作 那总的平均动能 应该是三个验证XYZ方向的 平均动能的相加 这三个平均平动动能 应该相等啊 应该相等对不对 对一个分子来说 它的VX方和VY方和VZ方 可能不等对不对 但一平均肯定相等 因为分子验证各个方向 运动的概率是一样 混在一块一平均肯定相等 也就是说呢 这三个验证三个方向的平均平动动能是相等的 三个相加等于总的平均动能 所以呢 验证某个方向的平均平动动能 应该等于总的平均平动动能 三分之一 应该等于三分之一 等于平均平均平动动能的三分之一 就这个是 当然它的来源是这个 验证三个方向速度的分量的平方的平均值 等于速率平方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这个怎么个来源是这个来源对吧 我们把它公式写出来 就这个来源 速率平方等于三个分量的平方相加 然后两边同一同时取平均值 这三个平均值相等就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定义泄流流量 什么叫泄流流量呢 一个充满理想气体 我们只讨论理想气体的泄流问题 一个充满理想气体的容器 这是容器 理想气体 当气体开个小孔的时候 就有气体泄露出来 这叫泄流 流出来 气体冒出来了 当然你这个小孔要小一点 很大的呼 全冒出这个平均值破坏了 在不破坏平均值的情况下 我们讨论单位时间 通过这个小孔单位面积 流出来多少个分子 这叫泄流流量 我们做这件事 在单位时间 由小孔单位面积泄露的分子数 叫泄流流量 所谓泄流流量 也就是单位时间内 这个碰撞单位气壁面积的分子数 对不对 那个气壁的小孔 它是露出来的 所以实产在算什么呢 算碰壁数 这是统计物理中 最基本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计算单位时间 碰这个气壁单位面积分子数 我算这个 我把它统计出来 跟实验器做对比 因为这个碰撞树呢 跟好多物理量有关 比如压强 那就是每个分子动量的变化 然后碰撞树一求和一平均 就是压强对不对 好多都要跟它有关 所以我把这个泄流流量拿来呢 作为我们做统计的第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喜欢 下面推导了 第一步 把分子按数率分组 开始分组了 我把假如单位体中一共有N个分子 其中Ni个分子呢 它的运动速率是Vi 我把它叫Di组 这个式的成名 没错 我就把速率分组了 分做好多组 其中Di组的速率是Vi 它的数密度是Ni 等于总的数密度 我再计算一下 单位时间内 撞击单位面积的 沿着D omega对应的那个方向 碰撞的Di组分子数 挺麻烦的 这样 这是Tb 我在Tb选一个 DataS的小面积 做个协助体 注意协助体的面积呢 底面积是DataS 侧面的 侧面的高度 这个协助体的高度是Vi 乘DataT 就是一个Di组的分子 速率为Vi的时候 在DataT时间内跑的距离 对吧 好了 然后我在这个DataS上 要选好 好多好多点 其中选O点 这一点在C的5方向上 做个小立体角 叫D omega 我要计算这件事 单位时间内 注意在这个小立体角方向上 有多少个速率为Vi的分子 撞在这个DataS上 我做这件事 我算这个 单位时间内 有多少个速度为Vi的分子 沿着C的5反方向 在D omega这个方向的 间隔内 撞向DataS 做这件事 那好了 斜数体的体积是Vi DataT 就这个斜面的长度 乘上 这个底面积 再乘Consensate 对吧 这个体积就算出来了 斜数体体积算出来 那在这个斜数体中 包括了好多分子 有各种速率的 我就要计算了 速率为Vi的这个分子数 大家看啊 我以这个DataS上的点为顶点 好多点 例如O点做顶点 Om方向呢 可以做许多立体角圆 说许多 我举个例子 以O点为顶点 一个立体角圆 图中D Omega 只是这个立体角圆 那我计算这个撞击数 大家注意 看好了 这是某个立体角 方向为C的5 C的5方向 恰好就是Om方向 然后呢 这是那个斜数体 斜数体包围的分子呢 都是Δ 都是速率为Ai的分子 好了 我用DNiC的5代表 验着Om 就是C的5 反方向 Di组分子 的数密度 验着反方向 撞击 那个气壁的 那个分子 单位体积有多少呢 我假定是这个 对不对 I的脚标代表 Di组 速率为Vi C的5呢 代表呢 验着C的5 反方向 撞向得在S 这个D什么意思 是个微分小 代表呢 是在 Z的5方向上的 那个立体角员 DOm方向 那个方位内 那个方向 间隔内 撞击 注意它的 它的意义 注意 清楚吧 清楚吧 我就这个意思 好了 那我用它 乘上斜数体的体积 这是斜数体的体积 就这是斜数体的体积 再乘上DN I的 就代表 ΔT时间间隔内 设向 ΔS这个小面上的 Di组的分子数 对不对 哦 说到单位体积啊 清楚吗 这斜数体体积 那 这个是我刚才 这样定义的 所以这个就代表 ΔT时间间隔内 设向 ΔS的 Di组的分子数 注意这个分子数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方 范围内啊 在D Omega这个方向的 范围内的 这个D和这个D是对应的 是微分响 那么单位时间内 撞击单位面积的分子数 就是这个东西 比上ΔT 再比上ΔS 对不对 单位时间 比上个ΔT 这个是撞击ΔS 那比上个ΔS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撞击的分子数 我把它除上它 我写成D 大Ni C的法 小N代表 单位体积的 对不对 现在不是单位体积 撞击单位面积了 那个协助体 单位时间跑多远 高度 然后撞击 我写成D 大Ni C的法 一笔 就是D Ni C的法 小Ni C的法 Vi 托三 C 好了 下面就要用到我们的假定了 我们以前刚才讲过了 分子验着各个方向 运动概率相同 表达是这个表达是 Ni代表呢 Di组分子的数密度 总的数密度 各个方向都考虑进去了 那DNiC的法 代表这个数率的 I组的分子 验着C的法 方向的D Om 这个立体角 这个方向间隔的分子数 那这个式的成立 对吧 这就代表 基本假设二 分子验着各个方向 传播的 那个概率呢 运动的概率相同 好了 这是相等的 那 这个相等 我把这个D Om 写成SineC的 Dc的D5 这就是立体角员的概念 让 立体角员就是这么一个表达式 写成 那我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面 注意啊 我把这个式子带到里面 我就得到了单位实现内 撞击单位面积的分子数 是这个 我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单位实现内撞击单位面积的 在D Omega范围内的Di组分子数 就是它 好了 你这个是在 SineC的方向 D Omega范围内撞击的 我要计算呢 所有方向撞击的Di组分子数 那我对方向积分 对不对 各个方向都有了 不过我现在呢 讨论的是 7B的下端 下边这个面受到的一个分子撞击 只要对上半个空间积分就行了 对不对 下半个空间不会有分子撞击 所以我做积分 把这个式子关于角度 方向做积分 就行了 好 这个式子注意 我要用这个式子 把DNiC的φ 关于角度做积分 因为只有7B上半空间的分子 才能撞击 所以呢 我只对7B上半空间 一切方向积分 这个积分呢 那就φ从0到2π嘛 方位角对不对 这个sit呢 就是0到2π 0到π就全空间积分了 0到2π就行了 这是这一轴啊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 底下那个7B的面 积分从0G到2π G到90度就可以了 我把它视力积分 积分很容易做 你算一下就完了 结果的4分之1Ni Vi 那就是说 单位时间内 在7B的上方 速率Vi 的那个分子 有多少撞击呢 是数密度乘上速率 再除上4 这是Di组 我得把所有的那个速率都加上 对吧 我下面做统计平均了 很容易做 我把所有速率都加上 我对Di组的这个四分之一啊 我求和 把DataNi对所有可能的速率求和 就得到单位时间内 撞击 气B 单位面积的种的分子数 就是你算的泄流密度 泄流流量 对吧 我把它求和 所有分子数 所有速率都加这一块 清楚吗 这是Di组撞击的 那我都加就可以了 我把Data 大写Ni 用四分之一 小Ni Vi带进去这个东西 好了 这个就是泄流流量 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很不好看 对不对 我怎么办呢 我里边除一个N 外边乘个N 啥也没干 我什么也没干 但这样带来一个物理 很好的物理 就是求和的这个东西 变成了平均速率 对吧 这是Di分子的速率 Di有这个速率的分子是Ni个 单位体这种Ni个 总的分子数密度是小写的Ni 这个一求和 就是速率的平均值 那最后得到结果 泄流密度 泄流流量 或者单位时间撞击单位7B的分子数 就是四分之一N乘上平均速率 N代表分子数 单位体系分子数 分子数密度 V打括号 代表平均速率 这样我们通过分子动力理论 把这个宏观量 注意伽玛的宏观量 它代表泄流流量 单位时间撞击 单位面积的分子数 和两个微观量的平均值 联系起来 这是微观量统计平均值 数密度是统计平均值 对不对 你把整个的分子数 冲上体积 就是数密度 这个是速率的统计平均值 当然 这个伽玛只对大量的分子才有明确意义 我这核子气体就两个分子 比如今天跑出一个 那个观十一的跑 那一个泄流流量 算的结果 有时候是一 有时候是零 对不对 是有大量分子 而且出于平均态 你的小孔比较小 保持平均态 稳定的平均态的时候 你这个伽玛才有意义 它才有明确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上面 在计算中 你取那个ΔT 时间间隔和ΔS 都是宏观小 微观大的一个量 宏观是比较小的 但是微观上很大 微观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在ΔT时间内 与ΔS碰撞的分子数非常大 10到23次方左右 这样你统计才有意思 所以这时候 掌落可以忽略 这时候Δ才能有 稳定的取值 物理上才有意义 才可以跟时间做对比 下面一个思考题 也就是我们讨论要做 要讨论题 也就是你们 伏加作业要做的题 分子向各个方向 运动机会相等 所以呢 分子向上向下 向左向右 前前后后 左左右 概率也相等 所以呢 这个概率都等六分之一 对不对 六个方向 一个分子 向这六个方向运动的概率 都相等 都等六分之一 这个我把它叫六分之一 统匿模型 没人这么说 咱们为了说好方便 用这个六分之一 统匿模型 再推导 上面的泄流流量 推导结果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六分之一 伽玛N 应该是六分之一 N 推导结果 伽玛应该等于六分之一 N乘上速率的平行值 不等于四分之一 你们回去推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 同样一个伽玛 我们用那种方法 得到是六分之一 得到是四分之一 实验表明这是对的 你用这个模型 推导了六分之一 一统计物理的统计结果 跟统计模型有关 你这个模型显得很粗糙 很粗 我们那个模型很细致 我们从立体角 立体角中的分子 跟整个的分子比 等于立体角员比 这个比较细致的 我们的结果是可靠的 四分之一是对的 并且实验表明它是对的 你用这么一推 很简单 但是得到结果是 六分之一N 为的平均值 你们看为什么 这个大家要想 因为学半天统计 这是最关键的 不在意你知道 几个分布率 会算几个T 统计的思想 对你以后都有好处 不容易犯错误的 对吧 好了 以后我们要证明 在温度为T的平衡态下 智联为M的理想七体的 平均速率 按这个式子算 8KT比上πM M代表分子的质量 8KT T代表温度 我们会证明 那我把这个平均速率 写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就把γ跟温度 跟质量建立了联系 γN乘1根号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式子表明 在相同实验内泄露的分子数 与分子的质量 平均跟成反比 用这个原理 可以把不同质量 体的分子分开 早年 我们把那个1235 从1238分离出来 是用这种方法 用分子泄露的方法 现在不用了 这个设备特别昂贵 占了好多方式 现在都用分离萃取 就用那个分离萃取机 高速飞 高速旋转的一个办法 以前用这种办法 好了 还有段时间 我呢 我把这个理想器压墙 开个头 这个也比较简单 当然我们这种讲法呢 也不能说好 也无所谓好坏 是一种讲法 书上那种讲法呢 希望大家也要看一看 也都很好的讲法 不同的讲法是允许的 百花齐放的 理想器体压墙 我们讨论器体压墙 器体对器壁的压墙 其实呢 是器体分子 对器壁频繁碰撞的 平均效果 每创一下器壁 就觉得有个力的作用 有个冲击力 对吧 如果分子非常多 那单位时间碰撞的分子数也很多的话 这个器壁感觉到一个持续的 而不是一下一下那种冲击 有个稳定的力的作用 单位面积上受力就是压墙 这就是它的物理机制 按统计物理的观点来看 这个压墙就等于 分子垂直作用在单位器壁面积上的 力的统计平均值 它是力的统计平均值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力 所以这个分子啊 你只要当质点处理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 不管你分子形状如何 它受的力都可以集中在置信上 对吧 置信运动定理嘛 所以在讨论压墙的时候 你不要考虑这个分子的这个 目前在讨论理想器里压墙的时候 你不要考虑这个分子占多大体积 它的形状 当然分子有没有体积影响压墙 影响计算压墙的公式 那是我们在实际器中在考虑 考虑它的引力修正 体积修正 引入呢 这个范德拉斯方程 那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推倒是理想器体压墙 理想器体呢忽略分子的直径 认为它是质点 这压墙很容易算 大家看一下 我们知道了分子碰壁 那个碰壁数 还是那个图 没有变化 我们用D大写的N I certify代表单位时间内 立体角员D omega范围内 这个方向间根内 以速率VI撞击单位器壁面积的分子数 我们算出来是这个东西 刚才算出来的就是它 这是刚才算出来的 好了 既然碰壮是弹性的 这个分子撞击器壁之后 元速率弹回 所以呢 这个每个分子啊 撞击器壁之后 动量改变都是2倍的MI cosθ θ 什么是这个θ 这是撞击的方向 这是器壁的面积 这个方式垂直的 大家清楚我说的意思 我们是垂直撞击器壁 是这个方向撞击器壁的 在这个力气卷之内 那我们讨论是垂直方向受力 因为呢 你这个器壁是完全光滑的 完全光滑呢 验着器壁的方向 分子不受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分子 嘟嘟从这进来了 嘟嘟从这边跑来了 它那个完全按对 upset的方向跑掉了 对吧 所以在垂直方向 那个动量的变化有2 对吧 有2倍 清楚我说的意思吗 你会说器壁不光然后怎么办 没关系 这边分子也撞 对不对 平均的看呢 验着器壁面积方向上的那个力 抵消了 对吧 没有关系 你这么壮也有这么壮 所以这个力抵消了 水平反应的力抵消了 所以呢 每个分子的动量变化呢 是二倍的MVI cosc 因此在这个力气角范围内 以速率VI运动这个力 这个分子 垂直作用在单位气壁上的 单位面积气壁上的力 是这个这么算 这个力呢 就是什么呢 你看单位时间分子数是这个 乘上每个分子的动量变化 那这个就是单位时间动量的变化 这就是力 这就是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 对吧 那然后呢 我把DN I set phi 用这个式的代理 上一节我们推到的结果 代理就走到这个式 我不想说 回你们看一下 这很容易推到 好了 你这个呢 只是在set phi方向单位 在一个立体角元 D omega这个方向间隔内的 我对所有方向积分 对气壁上面 上边呢 所有方向做积分 积分的结果呢 就应该是呢 速度VVI的所有分子呢 撞击单位面积气壁 提供的力 对吧 我先对方向积分 一积分 结果是三分之一 Ni MVI 好了 对所有速率求和 做统计平均 我就得到气体对气壁的压加 求和 本来就是它了 我为了计算方面 除一个N 乘个N 这个求和 就变成了它 速率平方的平均值 我就得到P等于三分之一 这个东西 我就算出 跟上一节不同点在这儿 上一节我们计算的碰壁数 我直接对 对它积分就行了 我对它按照方向积分 对吧 上半空间积分 然后对N求和就算了 等四分之一 N为的平均值 现在不行 现在我把这个数体 乘成动量的变化 我算力了 你不能先积分它 你要 你要积分的力 所以你得把这个 这个数乘成动量的变化 对它积分 对不对 变化就在这儿 什么也没有 你就算出 对方向积分得到结果 然后对呢 所有的速率求和 就所谓的统计平均 就得到了 这个结果 P就等三分之一 N N代表数密度 N代表分子的质量 V方打括号代表 速率平方的平均值 就这个设计 我们在用平动动能平均值 跟速率平方平均值的关系 我就把这个P 亚强写成跟平动动能平均值有关的 我们以后对动能非常有兴趣 或者势能 或者能量 我们对能量有兴趣 我就把统计上得到的 亚强写成了平均平均动能 平动动能的形式 三分之二N 平均平动动能 你会问我 怎么没有转动动能啊 怎么也没有震动动能啊 为什么没有啊 我们讨论是亚强 亚强是力 所以它只跟那个分子的置心运动有关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亚强只跟平动动能成正比 跟转动动能有没有关系啊 跟震动动能有没有关系啊 就是亚强跟分子的转动和动能 和震动的运动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那个动能啊 体现在这个体系平均态的温度上 它跟温度是有关的 但你用动能来表示 是就跟平动动动能有关是有关的 同样温度下有转动有平动 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同样的情况下 就是我同样温度的一个体系 这个分子是单原子分子 或者双原分子多原子分子 亚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温度给定了 那个那个平均平动动能就给定了 每个每个每个这个 总的动能是守恒的 总的能量守恒的 所以分配的平动动能就少一点 我并没有算是表达 我说是有意义的 这件事情有意义的 但是从这个事实上看呢 我们看不到别的动能对它的贡献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 比如我就规定动能 就是一个值 比如等于一 那这种情况 单原子分子和双原分子就不一样 因为双原子分子 还有一部分的动能 分配给转动动能 对吧 剩的平动动能就少了 所以亚强就小了 实在这个条件下有关的 但从表达式是不一样 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宏观量P 跟微观量统计平均值 联系起来 你们再用这个六分之一模型 推导一下理想气体亚强 你们用六分之一统计模型推导理想气体亚强 你设计一个模型 设计一个容器 很容易就得到的结果 结果恰好也跟我们用这个比较仔细的描述这个模型结果是一样的 你讨论一下为什么一样 为什么推导这个泄流流量 你不一样 人家是四分之一 得到六分之一 推压强就一样了 你们想一想 统计上这个模型上有什么 有什么差别 你能不能由此得到一些结论 尽管这个结论不是很图示 所以呢 这个统计跟模型有关 最好用比较 比较仔细的 或者准确的模型 比如我们 对分子验的各方 运动概率相同这件事 我们用那个表达事 帝恩等于帝恩那个比较四派 再承认这个模型 就更可信 其余的像六分之一模型等等 有数你的结果是错的 温度的微观意义 我就不想讲了 这个你们看一下书就知道 有了亚强和平均 平动动能的关系 又有了亚强跟温度的关系 这是宏观 宏观的一个关系 这是微观土地得到的结果 一比较就得到温度跟动能的关系 好了下课 谢谢大家